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想要吃一种料理 叫做咖喱 咖喱的好处很多 听说是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 甚至还可以看扰 这么好吃的咖喱 它们的不同风味 是不是料理方法也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着我们的 调味料理达人江亚仙老师 一起来学习一下 正确的咖喱料理 现在呢江亚仙老师 要教我们做的是 家里的小朋友们的最爱了 对不对 咖喱料理其实是 说是东南亚的料理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好像日本人很喜欢做咖喱料理 对日本人很喜欢吃咖喱 所以说就真的是很奇妙的 这本来应该是 算是比较热带的这种饮食 可是日本呢并不没有这么热 他们又要热的热热乎乎的咖喱 那个很多种口味很好吃 好好吃 可以多吃一点饭 就是你今天呢带我们认识的是 我们台湾人做的咖喱 对不对 好那这就特别了 今天呢要做的料理有什么 咖喱派一个咖喱松 咖喱派喔 还有咖喱松喔 哇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喔 咖喱派 材料有杏鲍菇100克 蘑菇100克 南瓜120克 红萝卜70克 马铃薯80克 起酥皮3片 调味料有 素食咖喱块2小块 素食番茄酱1小匙 清水400cc 起司丝适量 咖喱松 材料有角白笋2支 杏鲍菇3条 蜜薹5个 豆干3块 小黄瓜1条 红萝卜1小块 美生菜1颗 调味料有咖喱粉1大匙 盐少许 那我们现在要先做的是咖喱派 对 咖喱派 那我们先把材料先切 要切得很细吗 切丁丁吗 切丁因为要包在那个派皮里面 其实咖喱的由来 我们印象当中就是说印度是最多了 对 印度 几乎它们什么样的料理都会有 然后原来咖喱并不是像我们所传统认识的是黄色的 黄色的它就是姜黄比较多 是里面的那个姜黄 其实咖喱它是很多很多种的香料 混合 对 只是说各个地方的香料 它的比例不一样 还有特调的 对 刚刚说在如果说是在印度的话 那可能就是像我们的杂货店 各种香料让那个像抓 像中药房 你看像中药房 然后那个老板会抓药一样的 就是说针对你不同的生命体状况 它会帮你调配适合你的咖喱粉 对 对 对 当然在当地是还可以现抓嘛 但是现在我们在超级市场买的啊 菜市场买的都已经是调好的一般大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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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大种口味 好 那不是中药房的那样的 没有没有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现在看到了这种咖喱粉的咖喱 对 对 我们现在用目测看不出来是什么 怎么回事 对 对 对 那挑选咖喱 是要用鼻子来学习 对 是不是 用鼻子来学习 那是左手拿这个是比较浅黄 这个右手拿这个是颜色比较深黄 对 那大家看起来好像 深黄的比较香的这个咖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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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味道呢就应该会不太一样 然后来闻这个 很香 然后我再来闻这个 它是呛的 呛的 我的鼻子里面有呛 而且它还有一种叫做 这个是温柔的香味 然后这个是比较呛辣的香气 然后它就是呛辣而且还带有一种木头的香味 对 那但是这个就是比较柔和的香味 所以到底应该哪一种 你喜欢哪一种 对 我个人是喜欢这个 这个都香 对 我们是黄金比例 哦 是要这个是 其实是让大众都接受的是不是 对对 除非你有什么特殊需求 想要是不是 对 那是个人的口感 对 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对不对 老少咸宜的味道 那所以说咖喱呢 看这样子第一件事情 挑选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用纹的 用纹的 然后呢再来就是要学习怎么保存 好 等一下再来教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菇类都切成丁丁 对 把所有东西都切成丁丁 要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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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是用南瓜哦 南瓜 为什么呢 它有蔬菜的甜味 这个除了是派之外 也可以类似做咖喱饺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也可以用咖喱饺 也可以 你要水多一点的话 就是煮好的就是有点稠稠的 有点汤汁的 就是浇饭吃 那你可以做成咖喱饺 可以做成咖喱派 然后你也可以做成咖喱酱 咖喱酱 对 就是那种做成 稠稠的 也可以拌面 拌饭 对 对 那都是照这个方式来做 对 就是它的稠度不一样 水分不一样 OK 就加一点点的油 对 但是说咖喱是不是要油一点好吃 我们里面已经有油了 你是不是说咖喱快有油 对 有油脂 真的哦 有油脂 然后我们把这些料都下去炒 哦 哦 南瓜啦 跟那个 胡萝卜 这分看颜色就好漂亮哦 好 这个 轻轻的拌炒嘛 对拌炒一下就好 这个要炒的时间比较久吧 因为我们就给它炒 炒拌匀就可以了 好 那您先切的那个是 切芝麻梨薯 哦 奇怪为什么麻梨薯你不一起放 麻梨薯容易烂对不对 对 麻梨薯会苦 咖喱粉的话 我们第一个在挑选的时候闻味道 好 然后呢 呃 白久了是不是就会比较没有味道了 咖喱粉 咖喱粉 你就是不能给它这样坦开嘛 哦 你这样不能套风 对啊 你香气都没了 哦 那我们如果说是一般的是 在超级市场买的是那个玻璃瓶的 对 其实那个也用蛮久耶 不要买太多 除非说你家里的人都是每天吃咖喱 哈哈 还有那种啊 那个铁盒的啊 好大一盒啊 对不对 好好好 那个就真的是 呃 要把它 最好是分包装 打开来用 对 对不对 这样炒软的哦 买了 好 不管它啦 不管就给它煮滚 让它煮 对 好 让它煮滚 然后把这个麻梨薯也可以下去 这个时候麻梨薯也可以下去了 好 所以那咖喱粉要不要放冰箱 要放冰箱 你只要干燥它就可以了 所以干燥就要不要透风 对不要透风 好啦好 万一你买的量大的话 那就是分开包装 分成小块 用密封罐装 不透风的密封罐装 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切咖喱松的材料 OK 所以说他们真的如果说是 在印度啊或者东南亚的地方 他们有红咖喱有绿咖喱 对对 就是分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咖喱 它的口感不一样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就大部分看到的就是 黄色的咖喱 那我们只要自己去买的时候 闻一下味道选择一下 当然买的地方它是那个 塑胶包起来的 只要自己回家来闻 那但是呢 超级市场最多看到的就是 咖喱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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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品牌很多 咖喱块它是调味好的咖喱 它调什么味 就是 咸甜都不用调了 咸味都不用调了 因为它里面都调味好了 有看过是什么 甜 甜咖喱 然后 辛 甜 什么 辣味 甘味 对对甘味 对对 我们如果是选择 用咖喱块做料理的话 我们其实什么调味料都不能够 都不要摆了 都不要摆 对对对 那你可以加你自己喜欢的材料 什么材料咧 椰浆 哦 就东南亚风味 对 那或者是你小朋友要吃 那因为咖喱本身有点辣 对不对 那小朋友要吃怎么办 我可以把点水果下去 要好之前再加 才会有那个香气 那有什么水果可以跟那个 跟那个 咖喱入菜的 凤梨可以 凤梨也是可以 不过我担心凤梨它会强调咖喱的味道 是 那凤梨比较香 太香 对对对对 咖喱的风味还是要保留 对不对 对对对 差不多了有没有 好 然后我们把咖喱块下去 整块点下去 对整块下去 那 咖喱块下去的时候 不能就给它摆着 我不管了 我跑去做别的 会怎样 会黏锅 因为它里面有面粉的主在 难怪 用咖喱块煮出来的东西 它会好像勾芡一样 对对对 不糊的 对对对 那咖喱块好像保存就是 要放冰箱吧 对对对 你开了以后要放个冰箱 它是用铝箔包的 对它用铝箔包的 因为它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油脂还有面粉 对 难怪 好 来 先等它那个咖喱完全融化 看 它好浓稠喔 来我们加一点点番茄酱 老师刚刚讲的对了 如果你人走开就麻烦了 它真的会黏锅底 会黏锅 热火了 把它装起来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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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喔 好香喔 小朋友一定会喜欢 而且这个口感是比较有甜味的 它不会 有的咖喱很辣 有的咖喱不太辣 所以说要辣的话怎么办呢 那就加点咖喱粉 对 我们刚刚没有混合咖喱粉 对 我们这一道料理完全是用咖喱 咖喱块 真的好香耶 来我们锅子热齁 先干炒这个菇 炒咖喱连锅子都很讲究 对不要用那个生铁锅炒 翻一锅炒出来是黑的 咖喱店的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个圆的 那个 他们可以这样拿起来翻的那种 那种生铁锅 对 一炒就黑喔 炒黑绝对黑 除了一锅黑的咖喱 蛤 不是咖喱粉咖喱块的问题 是真的煮出来是黑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那个 金属的关系吗 应该是 因为我曾经煮过那样子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嗯 真的好好吃喔 这个只是孩子刚开始而已喔 还没有当做 那个是叫半成品吗 好好吃喔 再一点油 把那个豆干 豆干炒一下 那一般的你说炒咖喱就是 如果食用咖喱粉 绝对不能太高味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不要用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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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般的像这种锅都可以 对 两点原则掌握一下 应该是可以成功 喔 这个豆干也香气入来了 对啊 可以要给它 还有什么 好 炒起来 这个再把它拿起来 对 炒干一点 会比较香 喔 因为它松嘛 松一定要炒干 一定要松 好 你可以用咖喱 做成多少道德风味餐啊 多少半 没有 没有耶 也可以用咖喱酥去调成寿司嘛 去做 也是像做生菜沙拉一样 喔 你用咖喱粉去调那个 沙拉酱也可以 油脂乳 太好了 油格 原味优格 原味优格是直接调咖喱粉 调匀就可以 调匀要给它摆一下 它味道才能释放出来 所以那个咖喱粉其实可以不用炒 就是直接倒进去调就好 当做胡椒粉的意思 对 诶 诶 很棒喔 诶 我们这样炒得有点干 有没有 诶 诶 每个人在跳舞啦 每个人 好 每个都在跳舞了 在锅子里面批批批批跳舞了 这个 它的干度就够了 唉呦 怎么办 你现在单独每一样炒出来的东西 我都想吃一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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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要炒什么 要 再来我们就把这些料全部炒 全部炒在一起 是不是 哎呦 你每一样东西我都想吃一口 哦 这没有味道啊 没有味道但是好香喔 我可以吃一小口 可以啊 不影响你的那个 诶 嗯 哦 好酥喔 我还酥内软 嗯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材料下去炒 好 先炒那个角白笋 哇 我们还没 那个派我们等一下包一包就那个了 对 直接放入锅子里面 还有锅子里面 红萝卜已经烫过了 好 去掉它的声味 红萝卜一定要先烫一下 嗯 哇 太好吃了 这个也下去 好 鸡鸡 嗯 那个 我们的棒 好好吃哦 杏鲍菇 好 这个 豆干 嚼完瓜最后 对 嚼完瓜最后 对 好 好我们这时候把一点加咖哩粉下去 好这时候放咖哩粉啊 对 好吃饭那个味道很温柔的那个对吧 对 哦它可以当调味料 所以它可以后放 放一点点点 哇 香哦 这个就可以快起锅了 对 好 ok给你盘子吗 好 给我盘子 好 好 好 香哦 所以要保证它的干香 干 嗯 要干 对 所以这个不适合用咖哩粉 对 这个是要用咖哩粉 对 哦 最后这咖哩粉放上去真的香 香气铺鼻 然后最后把小红瓜 好 好 好 小红瓜是增加它的那个 颜色 对 哦 好香好香 食用咖哩粉做料理呢 第一个不要高温 好 不要高温 然后不要 要热油 然后慢慢的炒香就好了 这样子 哦 好赞 先先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吃的时候就 用生菜包着吃就好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它也可以量着吃嘛 对不对 对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要准备 包了吗 好我们来包这个叫做咖哩派 对 好那这个要怎么包 就是包一点点 哇这个 这个 这可以做成 刚刚就这样拌面拌饭吃 然后现在就可以做 咖哩派 来放一点点起司丝 哎呦 这个小孩子真的会 然后给它包起来 挨到一个不行的 包起来 嗯 嗯 来压一下 哦它会黏吗 它会黏 压一下 哦它软了就黏了嘛 压一下 压一下 压一下以后 我给它用这个叉子 压一下 哦做装饰的哦 做装饰 所以可以包这个方的 也可以包三角的 对 哎 你想包什么样子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哦 哦 好棒 然后呢 一定要放一个起司 才会 才会这个 有香气 对 比较香 好 你看我就是这样 可以啊包三角的啊 还是可以啦 对不对 对 然后起司给它 抓一点放在里面 这个起司多少自己 就决定 自己冒后 哇 然后咧 这样捏 捏下去哦 旁边捏 捏捏捏捏 好 不用担心 这个呢不是煮水饺 所以不用怕它会破掉 对 哇 哇 我这样子是做什么东西咧 这样啊 也是太好 就做一个叫做烘鱼 这样子 这样子 拨过来 哇 这个像不像烘鱼 要不要 好 好 这样子可以啊 不要压 要不要压 就随便啊 不压也没关系是不是 那然后我们这上面 还有切 切一下不然它会爆开 好 哦 让它透透气 透气 哦对 因为它会碰起来对不对 对 碰起来它会变 会裂开嘛 是不是 对啊 哦 一定要给它透气哦 哇 所以这个真的要包的时候才从那个什么 然后我们刷点蛋液 让它 上色 漂亮是不是 对 对 如果没有吃蛋就不刷也就算了 对不对 好 有些人不吃蛋 那你就刷点油吧 可以 是不是 所以要是让它表面漂亮 是不是 刷蛋是明色漂亮 上色 好 那我们烤香是多少度 220 220 然后 烤个十来分就好了 十来分钟就够了 因为里面是熟的嘛 熟的对 就是让它外面的酥皮 让它喷起来就可以了 酥皮 让它好就行了 对对对 好 那那个 220度 好 那我们现在就 送它进烤箱了 撒一点芝麻 哇 还撒一点芝麻呀 它平的很好吃 漂亮了 好 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让它进烤箱 登登 OK 那我们就等它烤好 我们就可以吃了 咖喱派 做法是将杏鲍菇 蘑菇 南瓜 红萝卜 马铃薯切丁 放入锅中 接着加入清水 煮至食材手软的时候 放入咖喱块 番茄酱 至浓稠 就可以盛起放凉 在酥皮上面 铺上腻馅 起司丝 之后对折 再将 以酥皮边边 一起中心处 划几刀 接着涂上蛋液之后 送进烤箱中 以220度 烤15分钟 至酥脆 就可以了 咖喱松 做法是 脚白笋 杏鲍菇 碧茄 豆干 小黄瓜 红萝卜 切小丁 每生菜 剪成圆形状之后 泡冰水备用 将杏鲍菇 用干锅炒香 豆干 用少许的油 炒干 起油锅 放入脚白笋 烫过的红萝卜丁 略炒之后 再将杏鲍菇 豆干 咖喱粉 盐 过锅炒匀 起锅之前 将小黄瓜丁略炒之后 捞出带凉 食用的时候 再包入鱼生菜中 就可以了 嗯 刚刚那个 那个派切开来 还可以吃喔 对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先吃什么 吃松 吃松 它是属于 味道比较淡 好 它是清淡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样子 因为它有咖喱香味的松 对 好 然后 嗯 嗯 哦 这个生菜为什么这么的脆 生菜要泡冰水 哦 你先泡个冰水 一直给它泡个冰水 这好脆好脆的脆 泡冰水 再你要想它颜色漂亮一点 加点白醋 一滴滴喔 在那个干净的水里 这样一滴滴的白醋 它的整个那个生菜颜色会更漂亮 对对对 脆度更好 哦 所以说我们很多凉拌的蔬菜 嗯 要吃生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 这个干净的水 这样一滴滴白醋 对 哦 这个赶快学起来 真的好脆喔 清脆喔 然后呢 然后那个 这个就是 味道浓郁了 然后呢 哇 其实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对很简单 那家里面有一些朋友 可以煮一个酱 你好几种吃法 嗯 然后 那是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超好吃喔 嗯 好 不要羡慕 自己回家做做干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好 就按照老师刚刚所指导的那个 那个诀窍 好 然后我们掌握好 怎么样选择好的咖喱 对 对 那我们的咖喱呢 保存的好 然后那个风味一直持久 持久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阿贞姐 好好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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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